大家好,我是胖哥 刚才我就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帮忙去拉一下那个红薯糖 用小货车去拉,因为有点多 他弄不走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 要到旧那边去嘛 我小叔之前看我瘦了 一直在问我的减肥秘诀是什么 然后今天我就把我的这个减肥秘诀给他带过去 希望他早点瘦下去 能早点找到老婆 他的这个事情就在我们一家人当中 是一件很大的事 都很关心 我们现在过去 现在就是这些红薯糖 你先不要摆 摆不摆好 摆好,摆不摆好 你一起 我会摆好 好,我会摆好 来,我把高水 摆好 好了,麻烦一丑了 现在出发 他就是我们农村的路 只有2米5块 这些猪已经饿了 现在叫没有 正好凉死来了 现在这是红水盘纯水的鞋子 这天各自都会拼饰料 腌肉 这四斤 这个就是鱼鸠 这个就是鱼鸠 那个 这边这个 这个是鸣鸭 这些河就装上晚上河 从水河 对 从水河 然后这个是明天晚上做的情况 一整整的河 包着你之前吃那个河 包着你 河 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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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出 我争取他 希望他能多瘦一点 比如说 找人找个婆娘 一定要瘦 百分之百 我肚子里面 先搓出你的 拆开好多看 历史现在先撑下看 重量好多看 捡了好多 是吗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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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九公斤 八十九公斤 是吧 八十九公斤 八十九公斤 是吧 是吧 这个你吃完 你觉得要瘦 你先吃 要吃过一碗 不你先吃几天 看一个小锅 几天都有小锅 几天都有小锅 就给他了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要求 他们又要重新建猪场了 这个搞得很漂亮很壮观了 这个就是 要修猪场的地方 这下这个龙器都很宽了 哦 啊 休息二十年卷 那很要关好的猪 嗯 嗯 这下这个龙器都漂亮了 现在 现在 这些 这样弄着啊 就看起来很大气了 八十的很 猪大哥 哎呀 好了 现在 弄完了啊 然后天马上要黑了 我要赶紧回去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了啊 然后期待我们小叔 暴胜 拜拜